沒有錯 寇姐 其實我一直講說 這個道理很簡單 你衛生局 新北市衛生局 或你侯友宜 你也不用氣撲撲的講 你只要把你送出去的公文書 拿出來說 你看我送的公文書是這一份 完全沒有寫到1837 這一個事情 那不就好了嗎 他們沒有公文 那你為什麼不公布呢 那你只要公布 所以我要呼籲新北市的每一個公務員 你要記得每一個章 只要你有蓋過 你都涉及偽造文書 你為什麼不公布 這很簡單的道理 第二我也覺得 事實上陳時中 這個指揮中心是這兩年來 他是每天都有人跟他潑糞 又說疫苗也有問題 說他圖利誰 那他的性格就這樣 因為他作為指揮官 但是我倒覺得這件事情 他不用去指責新北市 做的對或錯 他公布就好了 就像剛剛恩恩把講的 他說第一個 這也在他政府資訊公開的範圍之內 第二個 因為這涉及一條人命 所以他也CDC不用去做法官判定說 新北市是對或是錯 他只要把資料公布出來就好 那事實上也公布了 他給立委所知 他就給他 那現在只差別說 那恩恩把說 那我也要一份 那你就給他一份 如此就能夠 這個才不是雙標 我們要求新北市給 那你CDC 你手上有這個 那你也給恩把 那我相信CDC是有的 只是他這兩年 這陳時中被罵的還不夠多嗎 被誤解的還不夠多嗎 我們被整個行政團隊 被誤解不夠多嗎 我管你被罵什麼東西的 真相就是真相 那個正式的文件 但是據我知道是沒有公文的 這個表格是他們比對出來的 就1922確實是有這個表格 這個是這個表格是指揮中心提供的 是指揮中心提供的表格 指揮中心依照新北市衛生局 跟臺北區醫療中心 跟1922他們所做的報告 他自己整理出來的 那整理出來裡面 突然冒出一個1837通報 SU病房 這兩個一比對就莫名其妙 至少那一定有一份是新北市政府 給中央指揮中心 對 不管是口頭著 否則四月十六號 為什麼陳時中會 他總是陳時中有一個依據 才能夠講說 他判斷這個時序是沒問題的 他陳時中當時候講說 這樣子的程序 時序 程序跟時序 時序就是時間訓練是沒有問題 那陳時中當然不會自己判斷 那一定是你新北市衛生局 或新北市哪個單位 或消防局給中央指揮中心 所以他們在羅伊軍所記者會 所公佈的這個時序 跟我們剛才所看到 林楚英所收到的時序之間 是不同的版本 但是羅伊軍的這個時序 也顯示出指揮中心是被騙的 是依照新北市政府給他的 因為新北市政府說 他是五點四十分上線 六點零九分接洽到 醫護人員 六點三十分 順利聯繫上家人 這個前面這個全部都不是政達 然後七點六分完成出色 七點三十分到達後送醫院 這個是六月二十一號下午記者會 羅伊軍說四月十六號陳時中 當天的說明是按照這個來的 那這個也不是真的 按照錄音檔跟那個調查報告 對 就是說到底四月十六號 四月十六號陳時中 那時候所依據的訊息 當時你新北市給的嘛 那你那天到底新北市是給什麼訊息 給指揮中心 羅伊軍所公佈的是 陳時中當時看到的這個資料 那林楚音所公佈的是 一九二他們整理了 北區醫療中心 跟新北市衛生局 跟一九二就是疫情指揮中心 是把這個三個單位 所報上來的東西 把他做成了一個文件 表格對照表出來 兩個都是說謊 而在十八點三十七分 在ICU裡面 更是從天上冒出來 嚇死人的一個詐騙文件 那關於這一點 侯友宜也不說明 他最大的這個問題就是 他從來不說明 只會在那裡罵人 然後這個罵人 張官李戴混淆失聽 跟胡說八道 究竟是張官李戴了什麼 是混淆失聽了什麼 是胡說八道了什麼 要請教委員 事實上張官李戴的 按照朗東的比對 張官李戴的是 他們新北市衛生局自己 是他們自己把十八點 三十七分在ICU病房的 這一天的新聞稿 是講的是四月十六號這一天 他把他貼到四月十四號的報告上了嗎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就是吵碎也是欺騙 而且欺騙還不比照時序 騙人還不認真 首先這個十八點三十七分 這時間一出來的時候 我們看到剛剛冠廷是說 後遺那邊心虛 我反倒認為說新北市政府在這一這一十八點三十七分時間點 他們可能要抓著林儲英委員打 因為他們認為說他們從那一步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這樣時序點 在朗東剛剛解釋完之前 所以他們認為說這個這個很有可能是他們指稱所有可能是林儲英委員引導出來 但我覺得其實新北市政府他今天有點搞錯對象 因為今天林儲英委員他很明確的是透過這個 在立法院裡面所知 那是這個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給他的這樣的資料 所以其實我覺得新北市政府 你應該內部就要去跟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去談說 你這個臺北區疫調這十八點三十七分這時間點到底哪裡來 如果新北市政府確定沒有給出這個時間點的話 你應該去追嘛 因為現在討論這個東西之後 大家討論說有沒有這時間點 老實講也是有一點點失焦了 大家去討論說這時間點出來 然後誰說的對誰說的不對 其實他整個幫忙扣姐剛剛講的整個時序時間點 如果陳時中在四月十六號下午給那個 剛剛討論那個時間點 跟所謂的那個吹哨者時間點也都不起來 那現在這臺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為什麼一直討論這些時間點 因為我們找不到一個明確客觀正確的資料 我告訴你我們已經找出原來的公文了 這個原來的公文他的十八點三十七分 這個確實是放在四月十四號下面欄當中 我們等一下來討論 我們又破案了 我們每天都在破案 而且破案破的還比你活友銀行警探會破案 今天這個狀況呢 朗東的破案是說十八點三十七分這個數字 在四月十六號下午的時候曾經出現過 但是呢他們這個一九二二呢 比對出來給這個新北市 給林楚英的公文裡面呢 十八點三十七分是放在四月十四號下午的 這個同一個欄 因為十八點三十七分是四月十四號的時候 男童確診的時間 第二句目前由ICU全面搶制中 是新北衛生局在四月十六號的時候發的新聞稿 他這兩個是不同東西 他把這個四月十六號發給社會大眾跟媒體的新聞稿 貼到了給中央的報告裡面 把兩個不同時間點都湊在一起才會產生說 是不是四月十四號下午六點三十七分就已經就已經這個送到醫院這樣的一個時間上面的一個誤解 所以這就是新北市衛生局做事非常的草率跟張官李戴 不過這樣大家會誤解 我覺得我說大概有兩個時間點 一個就是說四月十六號那個時候 陳時中在講這件事 記者在問的時候 在這之前新北市政府給中央的報告到底是什麼 四月十六號的時候 陳時中還沒有所謂在ICU 因為十八點三十七分 也就是說當天講四月十六號那天 他是四月十六號下午的記者會 對不對 所以要下午記者會 下午記者會 講的是柏伊軍所說的這個時間序 下午的時候講的是這個時間序 那一九二二給這個疫情指揮中心 給林楚英的這個公文裡面 突然冒出來一個十八點三十七分 在ICU裡面 那這個時間的點 我們剛才請教了 林楚英委員的辦公室 確實這個原來的公文是 放在四月十四號下面 柏伊要最後補充 我來講 幫派共犯 被解釋成照顧下屬 這個與社會認知不同 這個就是共犯了 我講難聽一點 所以他就是個幫派領導的模式 對 你還記不記得他的得票模式是什麼 我假裝不談政治走中間 綁架升男陣營 美豬不談 核四不談 那個都在你家的你還不談 然後去講歲月靜好 聽民主的聲音 做政治人物 沒有一點立場 沒有一點堅持 這一次選民看的是你的執行能力 你不只中間的會跑票 連藍營過去看不起你的 也會跑出來 好